今天整個飯店將兩千空七年九月份開始 透過主座餐廳辦理拜殺公益列 六期到今天的項目已經達到四百萬 加回總共25斤的公益團體 並且在今年跟香港一般基金會 來合作醫療補助的價位 關回社會當中需要幫助的洛西團體 對兩千空七年九月份以來 持續堅持 幾萬禮拜三公益列的台南市一間五車結賣飯店 目指到現況一至四百萬 收費到將近25的公益團體 今年又跟香港一般基金會合作的 香港北友醫療補助價位的 換回社會中需要關回的留守團體 這次的話就是幫助那個 一個罕見疾病的需要醫療補助的 那我們總共也這一次很高興 參與的人士將近有一萬人 我想這個部分就是透過那個 兼30塊錢25塊10塊錢 這樣累積也極少成多 那總共大概有一萬人的參與 那也累積了24萬人 24萬3 那希望這些的金額來補 來給罕見疾病 這些的病友 讓他們有一個受到好的一個醫療 批判企業代表 王冬者表示 透過跟飯店的合作 古板 罕見疾病藝術 創作票選 關鍵的活動 幫助 勤改這罕見疾病的 死命 小道士 有機會 立場 勤改這品質 和尊嚴的生活 在網路上 針對這些 罕見疾病兒童的創作 只要你投一票 我們就捐助一塊錢 這樣累積好幾個月 也累積不少的一個金額 我想這些全部都給 我們的 罕見基金會 當成他們的 醫療計畫的一個金額 其實力量不大 不過我想 企業的責任就是 你可以盡量 雖然緊急不好 不過我們也是 盡量來幫忙 社會 尤其是在偏鄉弱勢 我們不容易看到的 藉著這個機會 喚醒大家的注意 多一點力量 社會的愛心 來幫忙他們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鄭通坡另外表示 這處跟米生基金會合作 募集五千個米生在一起 合作米生基金會 留宿開班 心心中愛 社會立間綜藥 時時 正心感作風 市市開氣 出立的第一步 記者 擔心擔心擔心 擔心方便宜